那我们要怎么判断哪些是好心的仲介 哪些是黑心的仲介呢 可能油漆过有没有漏水油漆 他跟你说没有 但事实上他可能是漏水油漆了 那你怎么做才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佳玲 嗨大家好我是Ingrid Ingrid我们之前介绍过买房小白刚开始 如何买房与燕屋 那我们今天可以来介绍房子其他的哪些部分呢 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 如何判断哪一些是好仲介 跟如何跟仲介打交道的相关注意事项 对啊毕竟在买房的过程中 仲介是帮助大家找到理想物件的重要存在 我们是一个教大家投资理财知识的频道 也有房地产课程 想要用投资来帮助人生目标更快达成 欢迎订阅我们 随时掌握各种投资薪资哦 那我们先来聊聊 买房透过仲介的好处是什么 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买中古物都会选择找仲介呢 因为仲介是最了解附近的物件跟环境的人 那可以节省许多看房子的时间 看过房子的人应该都知道看房子是很辛苦又很累人的 而且如果你不懂附近的行情 溢价能力可能也会相对的比较弱 仲介会在待看之前先看好附近的房子时价登陆 这样你在之后的溢价过程中心里可以有个底价 那再加上透过仲介介绍的话 可以过滤掉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物件 能更有系统而且又更精准的看房 那还有透过仲介的话也可以免去遇到诈骗屋主哦 有没有看过类似的新闻 就是你直接找屋主买 你钱都给他了 但是房子的所有权不是他的 还要发生这种事吗 对啊对啊 就是我们两个没有透过仲介嘛 然后你直接找我买 你钱已经都给我了 结果发现房子不是我的名字 所以没有办法过户给你 所以还是要找仲介会比较安心 对啊对啊就是如果你找仲介 那他就是会把钱透过贷书到李维巴圣里头去 然后确定这个房子的物件是正常的 然后也是他持有的 那过户到你的名下之后 房子的钱才会进到他的户头 哦这样的确会比较安心耶 那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不错的是 当房子成交的时候 有一些仲介可能会介绍给你 他们长期合作的银行 那有机会可以谈到优惠的贷款条件 因为毕竟他们每一天都可能卖很多房子 所以他们接触到的银行也会比较多 那除非你自己条件不错 不然的话他们也是会有介绍一些些银行可以 我觉得多花一笔服务费 反而有多一层的保障跟安全性 嗯但常常听到别人在讨论 买房子会想要自行交友 不想找仲介 是想要省仲介费跟相关的费用 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仲介费的抽成通常是怎么算的呢 关于仲介费的抽成的话 大部分的状况是买方是成交价了2% 那卖方是成交价的4% 所以假设你是成交1000万的房子的话 我是买方 我就要准备1000万 之外还要再多准备20万 那如果你是卖方的话 你就要准备40万给仲介这样 另外我们常听到所谓的斡旋金 什么是斡旋呢 通常就是买方实际拿出一笔钱出来 然后表达你的购买意愿 所以如果协商成功的话 斡旋金会直接转成房子的定金 那如果协商失败 斡旋金则会全数退还给买方 所以如果没有额外的费用产生 协商通常大概是10万左右 那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蛮多的 难怪许多人会想要省掉 仲介费这一块 自己进行房子的交易 但就像前面所说的 找仲介真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 能力成本 也会大大的增加安全交易的保障 所以除非你的物件目标已经很明确 比如说你们家邻居要买 你要直接跟他买这样 不然很多时候就像大海捞针 花很多时间也不一定可以找得到喜欢的物件 那仲介主要的目的还是会以交易成功为主 所以上面提到的仲介服务费 还是可以适合去谈谈看 有一些仲介会愿意让利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会少一点趴数这样 我之前也有遇过一些仲介 他们就是会弹性的去讨论这个服务费的部分 确实比起大海捞针 委托仲介有系统的找房子会更有效率 也更紧缺毕竟找到自己喜欢的房子才是主要的目的啊 是啊另外因为我们需要仲介持续的介绍物件给我们 所以跟仲介交朋友也很需要啊 大家不要抱着就是一开始要骗你的这样 一心觉得他就是要赚你的服务费 刚开始买房的人可能会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跟仲介聊天 你也可以从画面上的五个问题为出发点 那另外有一些仲介会询问关于你自己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在做什么工作啊你的年收入多少啊 你有多少投机款等等 那有些人会问到就觉得好像侵犯我的隐私什么的 这个时候不要害怕被问 因为真的很花时间仲介要赶快评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有能力买房 或者是你适合的物件是什么 那这时候你只要表现出你有正常的工作 或者是你有能力买房 投机款的部分你也有准备好了 那你预计准备多少投机款等等 那当你的需求明确的时候就可以省下不少的沟通成本 有方向的跟仲介互动真的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 只是我也常在网路上听到许多黑心的仲介的案例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哪些是好心的仲介哪些是黑心的仲介呢 也不要说是黑心啦 不过确实有几点大家可能比较不喜欢的特质 那我们可以从画面上整体的表格来重点判断 我自己其实是遇到过就是 比如说我是卖方 我开了一个价格可能假设是一千万好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附近啊 没有那个行情啊 你可能只能卖七百啊之类 在我是卖方来讲 我可能就会觉得 不是应该要站在我的角度吗 那你刚刚说你想卖一千 但是他跟你说只有七百 但是实价登录是有比较高的什么 刚好我那间房子附近没有什么实价登录 但是因为物价通膨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附近也有人在卖房子 那开价就是开在也差不多一千左右 就是一样的坪数开价的单价都在差不多那边 那可能我开价在那边 他就会跟我说 你不要开那么高之类的 当然我不是开一个超出很多的价格 我算是开在一个三十四价价格 但我态度很好 我就跟他说都可以谈 就是我没有什么一定要卖在一千万 但是如果有人出价 你都可以跟我讲讲看 我也没有说七百我不卖啊 可是他就不要让我开到一千 我也不懂为什么 那或者是我是买房 然后可能有一些房子他已经修缮过了 然后他跟你说没有或是什么的 那你就要从我们前几集有介绍过的 就是如何去看有没有漏水啊什么的 去看看这间房子有没有一些屋况这样子 意思是说没有修缮还是有修缮 都没有 但事实上他可能是漏水油漆的 那你什么时候才知道 所以你要去看看有没有水质啊 去看他的装划的时候 重新粉刷的时候 你可能要心里有个底这样子 不过现在一般的仲介啊 不太会真的欺骗你 他也怕后面发生问题 你就找适合你的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有仲介太油条 然后你不喜欢你喜欢老实的 那你就换一个仲介就好了 就去别间换一个仲介 对啊对啊对 听完今天的介绍 遵循以上这几点 心里就更有抵御仲介互动跟判断 仲介的好坏了 毕竟看房子就已经够劳心劳力了 如果还遇到地雷仲介 说不定还会因此放弃想要买房子啊 没错 其实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买到自己理想中的房子 那如果大家跟仲介互动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哦 那或者是大家还想要知道 关于房子的哪一些介绍 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想要买房 首先一定要先准备一笔头期款 欢迎大家来听听我们的免费美股价值投资分享会 我们会将你在美股中选择好的投资标的 估算股票的合理价 创造出每年10%起跳的报酬率 陪伴大家用投资赚到房子的头期款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跟分享起来 还要开始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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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